歡迎大家收看青麥之旅第二集 上一集我們都說了我們會去Light Safari看動物 今次我們三點鐘就已經到達了 這個夜間動物園最主要是收集了很多夜間動物 即是說他們晚上才會出來獵食 而日後他們多數都是在睡覺的 不過因為晚上實在太難看動物 所以我們決定下午就已經到達了 在動物園的外面已經看到幾隻長頸鹿在等我們餵 而所有餵動物的食物都是在動物園買 全部都是十多二十匹左右 即是幾元港幣 如果像我這些喜歡動物的人 一定要記得買多幾個 你們看看長頸鹿的舌舌多長 本身擔心牠們會像馬一樣 有可能會咬到我們的手 誰知看到牠的新舌舌出來吃東西就放心 我想看牠會不會選擇一羊吃吧 而成多動物園最多的一定是鹿 或者小鹿斑鼻 牠們很聰明 會去很多地方找野生的 小小小, 看看 而旁邊亦有小馬和小骷髏 不過就不太受歡迎, 看他想多呆 到第一時間一定要坐觀光車 這輛車會帶我們遊遊動物園 去看一些我們平常看不到的動物 上車之前記得買東西吃,因為可以餵動物 拜拜,班比,我們出發吧 Chinese Goro, 即是華南山林 是受保護動物 多數在緬甸和中國大陸就可以找到 Smarchan Sarah, 叫聶齡 是國家二級保護動物 性格很膽小,平時會隱居在懸崖潮壁 下山喝水,找食物都會很小心 由於太多鹿,我真的分不到這隻和那隻有什麼分別 所以我們簡稱它為鹿 鹿,鹿太多了 我們去到哪裏都可以看到鹿的痕跡 L-deer 叫波齡,波齡分開三種 而泰國那種叫泰國波齡 在泰國波齡也是平藝絕種 只有150隻 這隻魚在上來 小鹿爆盤 多小鹿爆炎 小鹿爆炎 小鹿爆炎 黑鹿爆炎 很小鹿爆炎 這隻不用我介紹了 KANGAROO 袋鼠 可能袋鼠屬於比較有攻擊性的動物 所以牠們圍著過不了我們這裡 EMU 中文不太懂得讀 樣子跟鴕鳥很相似 分別在於鴕鳥有兩隻腳趾 而這隻有三隻腳趾 不要看牠大大舊 跑上來時速50公里 牠們是現存世上除了鴕鳥之外最大的雀鳥 由於牠們現在只是分布在澳洲 所以澳洲的國徽也有這隻動物 WHITE RENARSON 很大隻的一隻西牛 這隻是白鯉 是超級貧流傳種的動物 RED WIFER HOPE 紅漢豬 亦都叫非洲野豬或叢林豬 一般來說 在中非和西非都可以找到牠們 因為牠們是雜食動物 牠們什麼都會吃 Wilder beast 叫角馬 主要在非洲的中部和東南部可以找到 一隻不用多說 Catron 鴨鴨 澳洲 真正的桌子出現 Astrik 真正的桌子出現 Unsersee Red Lettriod Rod Lettriod 牠們多數出沒於沼澤地區 以水中的植物為糧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算了 算了 不吃了 喂 很小的 Cebra 巴馬 管理員再三叮咒 我們千萬千萬不要餵牠們 Hippopotamus 餓馬 發現原來卡通典法牠們都畫得很像 班廳 爪哇野牛 牛的一種 生活在南亞和東南亞 屁股的位置有一個獨特的原本狀白斑 牠們的四肢膝蓋以下的毛都會是白色 Watousi Kettle 安哥拉牛 牠們的鋼匙真是離遠見到都害怕 Lima Kettle 環尾狐猴 亦都可以叫折尾狐猴 屬於異危級別 即是說在中期之內 有可能會被一個高的滅絕威脅 拿車之後 我們還可以繞一繞公園 可以看好其他動物 這隻是羊塘 Alpaca 我的毛很舒服 真的很舒服 一共有兩隻 一隻啡色 一隻白色 看來白色的那隻很餓 我看到那隻有很多食 我現在去炒麵了 你去炒麵了 你太陽吃光了 sabemos 你很容易吃光了 我現在喜歡是他說 你去炒麵了 你去炒麵 你去炒麵了 你去炒麵了 你吃炒麵了 你去炒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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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在笑 這個豹仔的樣子好像很淒涼 是否因為我們不能給你食物 你沒東西吃 你看他的手掌 真的不成比例得很重要 這兩隻豹仔玩得很開心 主要是非洲的大草原 因為他們棲息的地方被破壞 所以現在只剩下好燒 是黑豹仔 我現在才知道黑豹仔還有些斑紋可以讓我們看到的 是一隻上了水吃東西的河馬 他的腳趾也很有趣 大家看不看到 在燈上有隻小猴子 當我們看完行人區 可以看到的動物之後 就夠時間看《Tiger Show》 至於《Tiger Show》是怎樣 就讓你們親自去現場看 看不看到的動物之後 就去看另一個表演 這個表演比較特別 是說動物如何吃東西 還會有老虎示範 然後我們再坐第二輛觀光車 今次是看夜晚黑的動物如何生活 《Nayala》 《安士林寧》 也可以叫做《東飛條紋寧》 最特色的地方 是身體上有白色的直立斑紋 因為實在太黑了 所以很多動物都是肉眼看到 但相機拍不到 今次這個夜間動物園 我覺得都頗值得去看 因為我們是JON LOCAL TOUR 整個行程會位只是900匹 但就可以玩到日頭和夜晚的車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自己一個人去 一定要JON LOCAL TOUR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短片 記得給個LIKE和SHARE 給你的朋友 下一集會說我一個人去Tiger Kingdom摸老虎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緊貼著我的新影片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 你們是為啟動嗎 我可以叫他們這條短片 家使人 他跟車子 也確信 在城市內